也许,只有华晨宇自己才能超越华晨宇。 对华晨宇一直有印象的,但这个印象和音乐无关。第一次看见他,是在《快乐男生》里。 一首没有歌词的歌,点燃了评委上文杰的神经,坚持让华晨宇晋级。 最后,华晨宇获得了那一届的冠军。 到后来一段时间里,在综艺节目中花儿与少年,不善于沟通的华晨宇被称为巨音,一时间网上批判声音不断。 20岁出头的年轻人,在娱乐圈中或者张狂或者乖巧,都正常得很。 却总是会被贴上一个标签,或坏或好。 对于不了解的人,第一印象格外重要,作为明星,一点点的细节都会被镜头凸显放大。 华晨宇被贴上的标签,巨音,怪异,孤独。 怪和不讨喜一度成为了华晨宇的代名词,我也一度这样认为。 直到某一天,认真地听完了华晨宇的一首歌才觉得,一个年轻人怪一点,又有什么错。 不讨好这个世界,才是他音乐最大的特点。 华晨宇性格,音乐,人生态度,就是一个艺术品。 华晨宇总能演绎出不一样的歌曲,每一首歌都能给人带来最大的惊喜。 而《甜蜡之战》更是让这种惊喜翻倍。 每一首华晨宇改编过的歌曲,都赋予了一种新的灵魂。 如果没有听过原唱《不知道名字》,当把两首歌放在一起,你绝对不会想到这是同一首歌。 认认真真真听完华晨宇改编了所有歌曲,想要用千年万语来形容,最终却只会具为两个字——归材。 不管是古典、饶舌、深情款款的情歌,按黑系的摇滚,只要经过了华晨宇的改编,都只有一种名字——华晨宇的音乐。 摩擦。摩擦。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。一步两步摩擦。一步两步似魔鬼的步伐。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。一步两步摩擦。 这首《我的滑板鞋》在2014火遍大江南北,一度刷爆网络。《华晨宇我的滑板鞋》。 认真说起来我的滑板鞋是一首没有旋律也没有节奏的歌,当在大金小巷穿红的时候,我并不怎么喜欢甚至有些讨厌,每次听见都会快步走过去。 而听过华晨宇演绎出来的版本,我瞬间爱上了这首歌词简单到不需要背词的歌。 华晨宇打碎了原曲的音乐结构构到了一首新生的歌曲,加入的I mean I rap元素,更是让听者炸裂,疯狂。 面对困难度极高的挑战,不带半点敷衍,释放出的巨大能量,这是华晨宇对音乐的态度。 我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,为什么看到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?就因为喝醉酒,他就能拿我妈出气。 我真的看不下去,以为我叫细汉,从小到大只有妈妈的温暖。 为什么我爸爸那么凶?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,两双翅膀,随时出发,偷偷出发,我一定带我妈走。 爸,我回来了这首歌的作者周杰伦,另一位与众不同的音乐天才,很难想象华晨宇会将他变成哈里雷特。 副歌部分完全不带任何音乐节奏,100钢琴一个人把每一句歌词都说入人心。 我们在歌曲之中听到恰当好处的独白的时候,那种独特的真实感,生活化的气息必定以完全不同于歌唱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内心。 同样的主题,同样的歌词,同样的副歌旋律,完全不同风格的演绎,最后都直入人心。 一场完美的在创造,奇怪,确实是,说和唱比起来,说往往更让人觉得真实。 86版的新游记一直是人们心中的经典回忆,而云宫讯音作为开头曲,每个人一听到更是浑身一机灵,那个齐天大盛在。 俺老孙这三个字一出来,就站在了台上。 齐天这首歌最吸引我的是漫歌部分,旋律优美七晚,流露出在宿命面前无可奈何的忧伤情怀。 华晨宇齐天大盛。 一句鸿蒙初批原无形,打破完明虚悟空更想是华晨宇的自传。 记得华晨宇刚刚出道的时候说,我不是天才,只是比别人更努力一些。 许多人说唱不好华晨宇的齐天大盛,也许只有活在自己灵魂中的华晨宇才能了解一个英雄的孤寂内心。 一首没有歌词的歌曲,只有对音乐不及癫狂的人,才能从每一个音调中找到要表达的情感。 高山青,见水蓝,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。阿里山的少年世壮如山。高山长青,见水长蓝。 姑娘和那少年,见水长蓝,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。阿里山的少年世壮如山。高山长青,见水长蓝。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单去学还阿里山的姑娘。 华晨宇的歌有一种与普通华语流行乐不同的特质,层次感。 层层抵近,铺垫,爆发,升华。这样的编曲很有感染力,很震撼,激得人头皮发麻。 阿里山的姑娘。阿里山的姑娘是以高山族歌的曲式谱写的歌曲,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名歌。 初听这首《阿里山的姑娘》我隐约有一种违和感,把一首台湾吐住风格的歌曲改编成摇滚,饶舌是不是不太妥当。 循环几次后彻底爱上了这首经典老歌轻柔的吟唱,仿若令人间的低音耳语,摇滚韵味十足的嘶吼与节奏感极强的rap,似乎是在向所有人诉说故事里浓烈炽热的情感。 喜欢华晨语的音乐,最大的理由就在于他敢于尝试,也有能力实现。 蓝蓝的天空,轻轻的湖水,爱耶,绿绿的草原,这是我的家,爱耶,奔驰的骏马,几百的羊群,爱耶,还有你姑娘,这是我的家,爱耶,我爱你我的家,我的家我,的天堂。 我爱你我的家,我的家我,的天堂。 腾格尔的这首《天堂》,有一种草原汉字的柔情,像极了一位诗人踏上草原时大肆享受草原的春风而忍不住快意奔腾,每个人都仿佛享受着他用歌声带来的草原春风。 那个年代里少有的编曲抓耳的曲子,运用的马头琴非常美。 原版唱《我爱你,我的家,我的家》时候旋律一直向下,让人感受到飞翔的心终于降落在故乡。 相比腾格尔的粗广声线,华晨宇的《长枪空灵》,他歌声中的春风柔和,像一位没有到过草原的客人,用声音带来了天堂草原的宁静,幽远。 华晨宇的《华晨宇的天堂》,剧调原曲中浓重的民族歌曲的气息,保留歌曲中泛起共宁的珍贵部分。 原唱《滚热而浓烈,带着献祭般的向往》。 他唱的不是向往,而是淡淡的描述,更让没有去过那土地的人,向往可以站在那片草原上感受那醉人的春风。 每一句词,每一个语调,都透露出一种向往,简单又动人,唱的难道不是听者的心吗? 哪怕没有办法一定有说法,就算没有鸽子一定有乌鸦,固执无罪,梦想有驾,让他们惊讶,什么海角,什么天涯,明天我要攀越喜马拉雅,什么高楼,什么大厦,钢铁能练成最幸福的家。 特立独行别墅一格一直是王妃歌曲的代名词,白痴也不例外,让人难以理解的歌词配合着王妃特有的慵懒声线,抓人心甘,让人欲罢不能。 华晨宇改编的这首白痴,是所有改编歌曲中最吸引人的,在屏幕对面的观众都会被深深的震撼。 马路开嗓就有一种王妃的感觉,但是曲子和王妃却又有点不一样,华晨宇说唱的出现,好像在打破歌曲原有的一种平衡,构建了一种经验。 不是很懂古典的,也不明白巴洛克音乐,但是华晨宇创作的第二声部,我仿佛听懂了什么,脱离开歌词,通过旋律,唱腔直白舞保留地唱出了吸引人的古典的。 每一首改编歌曲中都深深烙印上了华晨宇的影子。 华晨宇的独特之处就在于,你认识他的时候就认为他的作品已经100分了,可后来每一次呈现出来的作品都要再加一分。 每一次的作品,每一次的演唱,都能赋予一首歌新的生命。 也许,只有华晨宇自己才能超越华晨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